台湾美国商会公布2023年商业景气调查 指出尽管去年受到通膨和俄乌战争影响 但仍有八成会员对台湾经济保持信心 将扩大在台投资 台湾半斗体产业在世界举足轻重 不过随着两岸紧张关系升温 国家安全在今年取代疫情控管 成为了商会最在意的五项政府施政重点之一 因此台湾也必须加快经济改革步调 扩大国际经济参与 像是取得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自由双边贸易协议等更深的台美双边协定 升华台湾的经济跟台湾的竞争力 只有在我们的台湾的经济也成长 从正面发展的情况下 台海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政治问题 我认为都会迎刃而解 商会也呼吁减化绿能法规 确保充足能源 排除缺电危机 还有解决人才缺口 强化银行系统 才能提升台湾投资的吸引力 明星文 唐信黄鸿玉 Table Do